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经历一段乘风的历史 东汉末年汉世皇权争至黑暗 导致宦官横行朝野 各地军阀彼此混战 造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董卓是东汉末年 现地时的一个军阀 权臣也是一名大奸臣 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玩弄权术 残害百姓 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董卓曾在农西郡府担任官吏 负责地方治安 当时匈奴人经常骚扰边境 董卓便领兵大破匈奴 从此受到皇帝的重用 封他为羽灵囊 此后董卓还曾多次领兵 征战枪护 镇压黄青军 击败寒随后 他的势力也更加强大 汉宁帝驾崩后 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当时外戚大将军和静 便照董卓紧经平乱 但不曾想 宦官们先发制人 在董卓大军到达洛阳前 何静就被杀了 袁绍以为何静报仇为名 率军入宫 杀死宦官两千多人 虽然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 与宦官之争就此终结 但也方便了手握重兵的董卓 顺势夺取朝政大权 董卓夺权后 废除了少帝刘汴 立了九岁的刘邪为傀儡皇帝 并自封为丞相 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 董卓上台后开始产出异计 其手段残暴 引起了诸多不满 终于 各路人马开始联合讨伐董卓 但这期间 董卓一直仗着 有一子吕布的保护 行事也更加有恃无恐 可董卓深信多疑 对谁都不信任 司徒王允便利用董卓多疑的性格 用貂蝉色诱董卓和吕布 施连环记离间二人 将吕布策反 随后骗董卓去寿山台 司徒王允就带人在途中将董卓包抄 李肃持长俭刺向董卓 因董卓内穿铠甲 所以并未伤其要汗 当李肃再次刺向董卓时 董卓情急之下大喊 武儿奉仙何在 可没想到 吕布从他身后跳出来 竟然说了一句 奉召讨贼 直到此时 董卓才发现吕布背叛了自己 说完 吕布便一剪刺死了董卓 吱炸风云的董卓 可能到此也想不明白 吕布为何会背叛自己 而他死前说的这六个字 也流传了下来 身为现今很多年轻人 形容自己孤立无援的情况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 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